大家好,我是小杜 中国的崛起令世界措手不及 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可能感受最深 但也会产生当局者迷的感觉 并不具体了解发展速度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 同时,也有很多外国人也好奇 为什么中国能在一种西方媒体认为落后的环境中 迅速变得强大和富有 对此,英国Dermas智库创神 剑桥大学博士马丁雅克 在经过长大20年 每年来四次中国后 对中国有了新的评价 并且在TD中做出了总结演讲 1993年时,雅克第一次来到中国 作为英国人 他首先便考察了当地人的信仰 他发现中国人并不过分信仰外力 而是把团结印在骨子中 在上古时期 中国人共同信仰的是炎黄轩缘 持有九黎等等民族传说 而在之后 人们便自称炎黄子孙,黎民百姓 中国人的血脉就是人们最引以为傲的信仰 同样,血脉带来了团结的力量 马丁教授说道 这样的民族思维方式 对于西方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就拿面对洪水灾难来说 西方人首先想到的 是祈求来自天上神明制造的诺亚方舟进行逃命 而面对同样的困境 中国人却没有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神明 因为中国人相信人定胜天 只要相信自己团结起来度过难关 解决危机 洪水来了 大家会团结起来化九州 输河道 让狂妄的洪水最终也只得听从指挥 大雨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家喻呼啸 可外国人却不知道 当西方还在纠结着 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生传说时 中国人却正在创造这一条 绵延长达数千年 且行之数千年 皆有效的文化道路 而在最后 马丁雅克这样说 中国古老而又年轻 有着光明的前途 远大的未来 其实正如马丁所说 我们始终相信团结的力量 自小长辈就告诉我们 团结力量大 众人石柴火焰高 根据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 我们还有着与西方不同 独特的文化素养 两千多年前 孙子就倡导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的思想 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我们始终秉承 何为贵的理念 这与美国的哲学理念 也与英国在帝国时期 信奉的理念完全不同 而从经济角度 中国的发展速度 也是肉眼可见 如果把1993年的马丁 穿越到2019年的现在 他绝对不会相信 这里是中国 因为这短短20余年 中国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从梦堂小巷 到高楼大厦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而且中国的产品 不仅仅覆盖了国内 更是跨越整个地球村 既能生产成衣 雨伞 圣诞节的装饰品 等等日常小件 也可以把卫星 发射到太空轨道上 可以帮别的国家 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 华为的通讯设备 交换机 绝对可以和世界上 任何一个品牌相竞争 中国能够同时跨越 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 又继续在劳力密集的层次 感谢收看零度军舞 下期见 拜拜 拜拜